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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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那么所有的平时你们做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远远不够 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是点点点点 这点把握住了 那点又没把握住 就是这样一天迷茫的时候多 被完全被控在三维角度的认知 我们的盲区是完全你控在三维 就像你举个例子 你总确的 其实你不是很执着于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你也不是很执着 他在吃蔓延啊 什么这些 因为你不执着 所以也谈不上这些 每天你就像一个人在不断的在练东西 那好在练习 其实你被控的是三维角度的盲区 就是认知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现实太现实了 就是没有空灵感 就是没有空灵的东西 空灵是来自于对这个世界 从来不把这个世界当成现实的人身上 就是这个世界的很多不现实 就是这个世界的悄悄快快游戏规则 他心里懂 除非他做事 除非他做了一些事 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是免事的 他是不会去 但不是随心所欲乱的 他有他的人格 还有一些 他不会给别人造成杀害 他不会无缘无故 伤害有缘无故 他的人或者是 他会 但是呢 他在 那个 其实你做力 他也是为了破滞我 那都不是别人需要 是你自己的需要 但是对三维角度的 所有的现实的 很现实的东西都是模糊的 都是头脑里面 不会太认证 太矫正 谁怎么样了 谁怎么样了 就是说是说 但是 但是做事的时候 很多人说 做事的时候 平时说还不较正 一做事就较正了 但是真正休息的是 有时候说是说 在做事的时候不较正 不执着嘛 这个世界的东西 不过继续吧 我觉得 你们大家都修着 包括你们 没有错 休息上没有错 只是快慢的问题 那我觉得 如果是要快的话 我觉得 怎么做 这个并不重要 我去教你说 今天你一天 从早上起床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应该是坐三个小时 打坐 还是双排 还是去站着 其实这些并不知道 最要的是有一天 你必须了解佛说的东西 当你了解了 最高那个目标 还有那什么 你自己会 这就叫我 不断地告诉你 北京是什么 什么什么 不断地讲 当你有一天 了解了北京 你绝对去 那我再告诉你 有海路口三条路 你自己选择 路上你一定会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你一定会知道 我该怎么坐飞机 我该怎么 他这个路上 你的办法比我还多 你会根据自己的状态调节的 比如路上吃坏度了 你休息两天再走 是吧 你非得说 老师说了 我吃坏度 我要不行 我要日行三百里 路上累死 你就吃坏度 你就休息两天 但是如果你活血活跃 但是你的目标 是要知道 我告诉你的使用员 第一 你要去哪里 第二 你的重点在哪里 第三 你的方向 这就是老师 不停地告诉你的东西 就是说 让你不断地了解 这个重点在不要走错 不要走偏了 不要就要顺着这个路 还有路是什么 海路空 你的目的 不管你稍微绕点歪歪 你追逐 还要到这 不要到了别的地方 不要跑到轮回里面去 这就够了 至于说 你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修 还是我闭关修 还是我一个人修 还是在什么事业中修 你会知道的 除非你不知道这个地方 你还是对终点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 而且你 还是你对终点不明朗 就是 你是要 我要打成个 打太极 我要只是会打得好看 或者我要打得很高 高手 或者是 我打给别人看 或者我要真的是 以此成道 那付出的时间 经历都不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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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